《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余鎮 裘先生 Hello 又見面了 又見了 裘先生 上回分解到你將會進入演藝學校 因為我從美國回來 就進入了香港舞蹈團做技術管理 接著做到一段時間 我就離職 離職 沒多久 當時是Diane的包 爆浩超 之前她是香港話劇團的舞台監督 後來就去中英做總管理 就找了我過去做他們的製作主管理 我去中英 當時中英劇團還在藝術中心頂樓 我就去幫他們做了幾個製作主管理 同時就幫他們由藝術中心搬去波魯道 即是現在的團址 我搬過去後就幫他們做了幾個製作主管理 我記得初去波魯道時很開心 為甚麼呢 因為地盤是大的 排練廳 初去到排練廳時我就想想可以變成一個黑箱 結果現在真的做黑箱 當時香港很少黑箱 一個藝術中心麥哥里少劇場 已經被人打生打死 差勁 還有很多本來曾經是表演場地的 都變成不是了 譬如我們上一次所說的大壺堂高座演 八樓演奏廳 以前是很熱門的小型演出場地 給業餘劇團 後來現在少了 還有藝術中心現在的林伯恩 以前也是小劇場形式做演出的 我記得我還是做業餘劇團的時候 我們在林伯恩 其實上次說過的新一代劇社 新一代《雙周漢》 他剛剛起好沒有多久的藝術中心 我們就租來做演出 結果這些小型場地都開始不做話劇演出 小型場地越來越少 我們去到中英的時候 就發現可以做 但是也牽涉到波羅道幾格涉 大家都擔心 哇 交通也搞不定 你怎樣叫人半夜三間走上來看電影 看電影就回到去呢 當然現在就好些了 那時候真的好不定 結果《Black Fox》的想法都丟在別的 但是有一個很好的排練室 那時候也有些鬧鬼的故事 不過純粹是我不敢說 因為我見不到身體作用 但是蛇我真的見不到 我見到一條蛇 因為它有地牢 地牢以前是停屍間 那裡是醫院 波羅道以前是陸軍醫院 下面有停屍間 停屍間我便拿來做 做倉 有時我下去的時候 我發現拿東西的時候 見到一些蛇等東西 就拖人來捉 但是也有人說有鬼 但是很正常 逢身醫院也有鬧鬼 傳說 但是環境真的很好 我覺得有這麼好的環境真的很好 所以我覺得中英劇團真的很幸福 如果香港的劇團都可以像中英劇團那樣幸福 有自己的地方便好了 我經常都在這裏說 說我們拿了ADC的資助 是 我拿了ADC的資助 但是問題是那些資助 其實不是真的落了我們搞氣的人 去了哪裏呢 去了我們的業主 因為我們要捱櫃租 我們要自己出去租排練室 我們自己要出去租辦公室 結果有一半甚至乎多過一半的政府資助 其實是回去給業主、地產商 如果用共產黨的說法 給了一些大地主 另外有一半便去了促進香港經濟繁靈 即是請人去製造就業機會 去搭車 其實政府給支持文化藝術的資助 其實是回到香港的市民 或者回到香港做生意的人 真的拿去藝術製作呢 是多少呢 很小 我每一年大家都說要爭取多些資助 我講了很多年了 我跟ADC的人都講 你不用加我資助 你給我一個地方 你好像波魯道那樣 你找一個地方出來 你給我 你好像新加坡那樣 他找一些舊的建築 郭寶昆的實踐劇團 整棟建築物給你 幫你做維修 香港很有趣 又不給你地理 就算我給你一個地方 你自己做維修 我有錢拿幾百萬張去做維修 我用什麼 問你 我們一個先都沒有 先都不先下 才要有幫 那個思維很有趣 當然香港是地方貴的 如果有一個 香港雖然說香港地方貴 地貴 但是反過來 亦都有很多地 是等了在這裏 沒有人用 譬如殺了校的舊校 很多這些都是這樣 所以要配合所謂的文化產業發展 如果我們不需要再擔心地方 不再擔心空間 其實我相信很多從事藝術創作的人 無論是哪一範疇 無論是表演藝術的 或者是視覺藝術的 或者是什麼都好 是一定會做得更加好 因為他已經沒有了租金的負擔 我要找些東西 我要找些收入回來 負擔這個租金 變成好像 每次都要想 我沒有這個負擔的話 我的資源 資源不是錢的資源 是我的時間 我的精力 是可以放在那裏 我覺得我們就是欠這個 你有試過怎樣去爭取 其實 其實我們 我試過有一年很傻瓜 發信給各個 說得出電話簿炒得到的財團 發信 因為那時還是最低迷的那時 地產最低迷的那時 既然你們地產最低迷 你不如有多餘的空間的話 你不如借給我們做糰子 做排練室 當地產市場一好 你要我離開的話 你通知我 立刻離開 我不拖離大水 我不會妨礙你賺錢 不會妨礙你發財 但是沒有回音的 你數得出 說得出的財團 我也有發覺 但沒有回音的 有些有回音的 都會告訴我 沒有預算 沒有這個空間 就是很多很多 冠冕堂皇的理由 只有唯有一個 因爲我們的 局部員 是曾經幫過他工作的 所以他就叫了 把支票來 當一個 支付給我們 所以 很老套地說回那四個字 地產霸權 這四個字 地產霸權不單止影響 香港人的生活 民生 其實都影響香港的創意 創意思維 創意產業 你看到現在出名的 出名的 出名外國的設計師 好話不好聽 都是負二代 負三代 本身爸爸媽媽大把錢 他是不憂塵不憂違 在外國讀書回來 自己設計一下 一些東西 做幾個手飾 設計一下 跟著大師學過 做名設計師 對 他們的東西是好 但是爲什麽他可以有 這樣的環境 因爲他本身 就已經有足夠的 不憂塵不憂 他不需要找房租 他一開就開到很大間設計師 其實是 品味真的要錢賠償出來 是的 如果是這樣 創意 是不是創意 創意就是 在這班人身上 窮人 或者比較不是 含著人 池根出生的人 就沒有創意 不是的 對我來說 我不是含著人 池根出生的人 不過我早些出生 變成那時候 香港做生意的人 未有賺到盡這個觀念 現在做生意的人 比20年做生意的人 是更加精明 更加賺到盡 那時候那些人 仍然有一種人情味 那時候那個環境裏面 就可以給我這些 我還可以出去讀書 譬如說 我在中英劇團結束之後 我還存了少少錢 做完之後 我就去歐洲讀書 不 應該是這樣說 中英劇團結束之後 我就去演藝學院讀書 入了演藝學院 我入了演藝學院 入了演藝學院讀完之後 再做幾年 再有個機會 就去了歐洲讀書 我不是一生出來 就有創意 我雖然沒有人一生出來 就有創意 當然莫薩特這些是天才的 莫薩特這些 但是 有些創意是 是努力得回來的 繁工就是 他努力得回來的 他那些東西 那現在香港就沒有辦法 給一些空間 給一些努力的人去 發揮創意 只是能夠給一些 一生出來 就有好環境的人去發揮創意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公平的 而這個不公平 是某個程度上 是地產把握造成的 我在荷蘭讀書的時候 我的老師是幾個荷蘭人 他們說 當然他們的說話 是否能夠代表荷蘭的藝術界 我不知道 但我很記得他們的說話 他們說 荷蘭人一發覺 你超過30歲 就不看這些作品 我問為甚麼 30歲以後的人 那些創意沒有了 為甚麼 因為30歲以後 那些創作人 他們要顧很多東西 要顧他的收入 要顧他的風格 要顧很多很多包袱 那他一定是某個情況上 他是有個框框在 他要在這個框框裏面做他的事 但30歲之前的人 天馬行空 所以他們說 他們選戲 選戲看 或者選展覽看 的時候 看那個藝術 咦 未夠30歲 看看有甚麼古靈精怪的 他們覺得 30歲過了之後 他的創意 已經 不是沒有 是被壓制的 那那個壓制 你想想 荷蘭人一個完全沒有 生活 對我來說 荷蘭人沒有生活 壓迫 某個程度上 相對來說 他們的生活 是優質於香港的 那些人都這樣看 藝術創作 我們香港 連整個生活 都在一個受壓迫之下 當然在壓迫之下 的創意可能 是很好的 我在歐洲讀書 也都在捷克 讀書的時候 我在捷克 跟捷克的 戲劇人聊天 他們說 他們說 捷克這個 紫色革命 或者叫天鵝勇革命 由共產黨變成 資本主義的時候 之後 雖然他們的總統是戲劇家 哈維爾 第一屆總統是哈維爾 哈維爾是寫劇本的 中英劇人也做過他的演出 避忘錄 避忘錄 雖然他們的總統是戲劇人 但是 他們發覺 戲劇的 捷克戲劇是走著下坡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話可說 之前 未革命之前 他們覺得捷克的戲劇 充滿了張力 充滿了內涵 充滿了內容 以及每一個人都想說一些事情 但是一 革命之後 他們想說 他們之前所在戲劇中 想爭取的事情 已經成功了 他們覺得突然之間 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明白 得道了 是的 突然不知道說什麼好 不知道說什麼好 那些人就開始 玩方 純粹是 外在的形式 有些人就開始笑了 有些人就追求娛樂 加起來 因為一開放之後 美國人的親密 很多美國人去 我聽過很多故事 美國人怎樣在捷克發達 很多美國人去 美國式的娛樂 又帶了進去 整個劇場 資深的劇場人 是有失望的 例如 這些老師 讀書的老師 是失望的 是失望的 他覺得越來越不知道 什麼 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 當然 他們說 因為沒有了那個壓力 當然 我一邊談一邊談的時候 反過來 其實很快就會回來了 因為 這種迷失 也是一種壓力 即是當這種迷失 大家都發現的時候 你就會 講這個迷失 這個迷失是什麼 即是時隔澳門 澳門賭場 發展 這個迷失是什麼 人的迷失 文化迷失是什麼 很多藝術創作者 都想用這個來主題說話 其實 九七月回歸的時候 也是 這些 都會是一個 藝術創作的很好的內容 所以我在歐洲讀書的時候 真的讀書的理論 不是沒有 反而是跟這些人聊天 跟老師聊天 跟劇場人聊天 什麼叫設計 什麼叫舞台 什麼叫音樂 我看很多不同的音樂 我看很多不同的音樂 就給我的設計很大 其實你歐洲讀什麼 讀舞台美學 我讀這間學院 讀燈光設計 這間學院讀燈光設計的時候 就是理論基礎 遇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叫Shakespeare 不是那個是Shakespeare 是美國的老師 他就給了一個很好的理論基礎 跟著我去歐洲讀書的時候 就有很多刺激 那老師沒什麼做 我覺得那老師很容易做 每一切都麻煩 就是那個荷蘭的老師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們就問一個人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解釋給他聽 他聽完之後 當然他不是真的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就走了 為什麼,為什麼 然後他一邊追問你 解釋了一個 然後他再跟著你的解釋 再問為什麼 有一邊解釋 到最後 很有趣的 有一個 到最後的時候 他給你一張行列 叫你去看這些的書 去圖書館查這些的書 或者有些影片 去圖書館查這些的影片 他很有趣 他聽你的解釋 聽你的理由 問了為何 為何 為何之後 他發覺你應該要看這些書 你應該要看這些影片 那你就要看這些影片 他即是是恩才師教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教我 不過你可以說是恩才師教 用中文就叫恩才師教 因為我們讀的經驗經驗 大家都有很多經驗 我猜而已 但我自己是這樣得益 就是他知道你想做甚麼 接著他就給一些同類型的參考 或者相反的參考 兩個都有的 他給我的書籍和視頻列 有些是真的像你的 另一些是另一個角度 你看 他不是教你應該怎樣做 應該不應該怎樣做 他是刺激你 接著你自己再選擇自己的路 是 如果我只問你為何 為何 我都覺得沒有了到 謝星文為何 我都會 最後他給一些東西看 你們看 看完之後發覺 原來別人是這樣 那些全部是大師的書 大師的影片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 我在想 其實他不是 好像那些求籤那樣 根本全部都是上上籤 每個個手都是給他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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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不可能是 有時候大家都要跟書館 炒書的時候 他炒那本書 他炒那本書 他也會看這些 因為我們要製作出來 製作出來的時候 他看完製作 他一看就 你太 他有一個評論 他說 你很好 其實我拿到分別的 很好 不過他 他講一句 你太像哪個哪個的作品 你抄得太足了 中了 然後我下次 下次就留意這件事 其實很有趣 他們是 可能荷蘭教育高等學府的方法 我不知道 我未讀過中學 我未讀過大學 但教教教育以上的教育方法 是他們有他們的一套 他們是刺激你 和他們由得你自己走 他們幫你找你的方向 但是方向是你自己選擇的 他們不會批評 而現在我們香港演藝學院 我未在演藝學院讀過教育 我不知道 但我在演藝學院讀 製作教育的角度 他是技術層面 和應用層面 他有基本理論 和給你應用 而實際上是好的 因為在演藝學院 我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在演藝學院裏面 讀一年或者讀兩年 你要製作的製作 是多於耶魯大學讀三年 我讀書時 我都遇到一些 在歐洲遇到一些 在美國讀製作 他真的讀三年 即是做一個製作 就是畢業那個 但演藝學院 那一年是做四個製作 五個製作 三年是做十幾個製作 當年 是多於他們 他們覺得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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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有做過 即是這個就是 可能香港 太精明了 是 產品主義 即是一定要你做一些事情出來 才算數 我看不到你做的事情出來 是不算數 而 即是歐洲 他們的教育 不是產品主義的 他真的要教育 我不知道怎樣說 香港現在的教育是客人 學生是客人 我要交功課給你的 是老師交功課給學生 即是我要幫到你成績好 還要學生回應老師 是的 歐洲不是 我來教育 我不是教你 他是跟你一起喝酒 我老師是和我一起喝啤酒 但是喝啤酒之餘 他真的會刺激你 他不會告訴你 一加一等於幾 你自己去找一加一等於幾 接著告訴他 為何一加一等於二 你解釋給他 一加一等於二 你解釋不到 那為何一加一等於三 我給一本書看看 這本書一個一個一個 一加一等於四 這本書一個一個等於四 這本書一個一個等於六 那本書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等於八 你看看誰 他們是這樣的 但我們不是 你教我的兒子 一加一等於三 一加一等於二 一加一等於二 是 封閉式 封閉式 這個真的 這個其實都幾影響 這個 好似說 跟文化是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種教育思維 是影響整個社會風氣 包括當這班學生 即我們以前的學生 將來去做創作的時候 他們的思考方法 都是用這種思考方法 都是用這種思考方法 創意就是 是 就是沒有了那樣東西 就是沒有了那樣東西 那我覺得 這個是 如果說香港的文化藝術 是寄望在將來的西九的話 那西九是一個什麼一個 都是一個很…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都很想知道 是一個什麼… 是 不知道是什麼 我最近在阿姆斯特丹回來 我去了一個地方 其實我從來有阿姆斯特丹的了 我去了一個地方 在一條街叫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 是一個小劇場 整條街都是 那麼… 那麼… 那小劇場不是規劃出來的 是… 本身原本有一個人 一個私人…私人企業 在那裡… 在那裡… 在一個比利時的商人 他在那裡興建了Firita 跟著呢 比利時的商人興建了Firita 搞得很好 那麼比利時政府呢 就支持這個比利時的商人 在旁邊就搞過一個 類似很小的文化中心的事情 那麼這個呢 也是這個商人擁有的 但是比利時政府付錢的 就是在阿姆斯特丹 那麼跟著呢 街頭就開始有一個 獨立的喜劇團了 然後那裡有一個小劇場 慢慢整條街 就有四五個小劇場出現 那麼我覺得 這些就是自己生的 這些就是文化了 它有一個土壤 是 種子放下去就會生 就會生 我們就沒有 所以如果沒有土壤的話 你怎樣扯 你是拆棵大樹在那裡也好 它都會死 不會不為 根本沒有這樣的土壤 是 西九只不過是大公園 對一個市民來說 是吧 是吧 一個大的 維多利亞公園 加九龍公園 而已 你搞這麼多功夫 結果起了一個 維多利亞公園 加九龍公園 是 你這樣就真是 不知是甚麼來的 西九就是 這個跟這個 地產霸權有關係 我覺得 沒有地產霸權 怎會有西九呢 那這個真是很難搞的 是呀 這個意思很難搞 這個意思 根本就是 我們這一輩 這個世代都未必看到 如果西九是真是要搞好 你看它所有的籌備 到它現在的選擇 到它的運作 基本上是 是跟本地的文化藝術脫 如果跟本地的文化藝術脫 而產生那些東西 你怎樣補救也好 事後你怎樣補救也好 你都沒有辦法 我又說回 很快 講回阿姆斯特丹 在它的地方 是一個舊貨倉碼頭 整條舊貨倉碼頭 它不是全部改了 它不是全部改了文化藝術 它裡面是 因為阿姆斯特丹那個地方 曾經是歐洲 即是說三百年前 曾經是歐洲最大的貨運碼頭 很多中國 所有中國的湯料 中國的池葉 全部經過那裏 再分發到歐洲 所以很大 很大群建築物 它全部改作 但沒有改外面 它改裡面 變成什麼呢 變成住宅 是類似我們的居屋 變成住宅 變成商鋪 變成辦公室的設計師 現在有很多設計師 設計師 和獨立電影公司做辦公室 和一些 Visual Arts的工作室 一些圖泥 拍照 還有一些 劇團 或者獨立 演藝術家的設計師 它不是有機地 故意生出來的 它只會有這樣的東西 好 不要拆 將內籠裝修過 修緝過 住得人 那些人自己搬進去 那你喜歡哪裏就搬哪裏 申請給你搬哪裏 我覺得這樣 就慢慢令到那個地方很有生氣 又漂亮又在河邊 我覺得西九應該是這樣 如果我們強行建幾個大劇院 當然要有的那些東西 但我們強行建一些很大的樓圓大物出來 但沒有人的成分在裏面的話 在那裏產業不是文化 對 在那裏產業不是文化 這是一個 乾杯 好 乾杯 乾杯 多謝阿球 找一次有空再上來再談 好啊 好啊 多謝阿球 多謝你給我機會 多謝你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 這就是I Read 打開 這就是I Read